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觉得我们要进展到是一个订单 订单的一个分析 请问一下嘛 你看一下哦 我刚刚是不是介绍就是说 这个关联 我是不是把订单拉到最中间 一定是以订单为核心的分析 如果说你今天你是一个 老板你会希望从订单上面看到什么 你就开始要去写了 尤其我相信像我们学校 其实我也只认识你们学校的 那个国贸系的林鸿宇老师 就是你拿这个资料给他去看 他就会告诉你说你要分析什么 或者是我们这样想 老板如果说你现在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你掌握了就是说 假设你去全大陆地区 然后开了很多间超市 请问一下 你现在拿到订单资料 你会想要分析什么 你是老板哦 你现在看到这些东西 你想要分析什么 请问这才是最重要的重点吗 你要知道你要分析什么 然后逐步的去带出来 举例来说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我有很多很多的栏位 我有很多栏位 可是栏位通常只能做次数统计 所以栏位比较少分析 而是透过这个前面有sigma的 前面有这个sigma 我们来做分析居多 举例来说好了 我们通常会这样子来去做分析 就是说 这边是不是文字的栏位 然后这个 请问行ID 它是属于文字还是数字 它在我们做资料管理的时候 一定是文字 没有人去分析 那个你第1行是什么 第9行是什么 比较少人这样子做分析 我们这个行ID 了不起就是去算什么 总共几笔记录而已 再来请问 日期是文字还是数字 日期为什么是文字 一样的概念 我们只会分析 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的销售是多少 哪一季的销售是多少 可以了解 没有人想要去了解 那个总共几笔资料是 哪一天有几笔资料 比较少人会分析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 这个sigma文字 那经纬度呢 当然也是文字 这都是为了我们去做地理分析的时候 去呈现出来的 那这些 这些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请问你销售额就一定是数字咯 利润一定是数字 销售数量绝对是数字 成本绝对是数字 如果说出现这些就绝对是数字 那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几乎都是什么 怎么分析 这一个文 这些是不是很多文字 文字挑一个数字挑一个来做分析 举例来说好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分析说各年的销售额 所以是不是用一个订单日期跟什么销售额 是不是就可以分析出来这件事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分析主要客户 主要客户那是不是就以客户名称跟什么销售额 是不是就可以分析出来了 通常我们是这样来做分析 但是还会有很多很多个 很多很多个文字搭配一个数字 例如说我可不可以分析哪一 主要客户在各年对我们公司的销售分析 那是不是就两个文字栏位搭配一个数字 请问一下 假设这边这边总共几个文字 1 1234567890111213141516 C16取1乘C4取1 请问等于多少 64 对不对 那C16取2乘C4取1 算一下等于多少 反正总而言之 是不是最后结论 是不是可以产生很多个统计报表 但是每个统计报表都要算吗 未必 对不对 而且 而且这边订单日期 有时候我们要分析各年的资料 有时候你可能会衍生 会不会衍生出 我想要算各季的比较分析 我会不会有衍生各月 甚至我还可能会衍生说今年跟去年的同期比较 哇那是不是有各式各样的分析 淡季跟旺季的比较 可以了解 纵使是一个 纵使是一个订单日期 它都可以再衍生好多种资料的分析 所以大数据分析这边 我们可以分析太多了 但是 但是 一定要请你了解最重要的分析 举例来说什么叫最重要分析 请问主要客户 主要客户算不算是在订单里面的主要分析 算吧 对不对 好的 奥客 我要分析出来 那我们就跟他拒绝往来 可以吗 还是你要天天抱着奥客的大腿 可以了解我在说的意思 请问你主要客户分析重不重要 重要 请问你主要产品分析重不重要 重要吗 这样听得懂我说的意思 我给你资料你不会分析 是不是很可惜 听得懂吗 我们这讲大数据分析 纵使我今天我天花烂就教了一大堆一大堆的程式设计 好 我们现在赶快开始学R 学Python 你没有分析的头脑 根本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 你只是觉得说 学完了R又怎么样呢 半年不用 不要半年啦 我跟你讲一个月不用你就该忘的都忘光了 那是没有意义的 可是请你请你务必要务必去跟那些财经的老师去询问分析什么才是重点 因为将来这些都是很务实的 你就业的时候就是要分析这些东西嘛 那接下来我们等一下就可能以订单的角度为中心来去分析说 例如说主要客户主要产品 甚至我们还今年去年同期都比较 这些都要跟你分享